龍躍天命理人生的時間營光幕見到龍躍天師傅 大家好,我是龍躍天Jagon 師傅,今天我們錄影的時間是2024年4月22日 之前上星期金像獎的揭曉就是影帝 最後歸了梁朝偉先生奪得 他第六次奪得影帝的寶座 當然坊間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說拿六次,是一個超級厲害的偉大演員 同時也有一些反對聲音說 會不會再給一些年輕人去拿呢 當然,在一個演技,市場上的角度 我想各有各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命理的角度,很有趣 我想研究一下,請教一下師傅 一個演員怎樣可以拿到六次的影帝寶座 是否他的演技是超班 演技超班在命盤上是否能看到 還是原來他很有魂 可以幫到他這些事情 所以今集要請教師傅了 正在看影片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立即訂閱我們 焦點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一個知識中藝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未來的影片和視頻 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資訊給大家 新一年我們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訂閱和支持我們 梁朝偉簡單來說,他是一個會走五十三年運的人 聽到都很誇張 五十三年 但是現在都差不多走到最後十年的運 他就靠金手指 拿了第四十二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前後六次金像獎和三次金馬獎 是整個亞洲演員裡面獲得這兩個獎項最多的演員 到底為什麼呢? 剛才阿密都說為什麼梁朝偉可以獲得這麼多獎呢? 其實就是因為他的格局非常高 才可以獲得這麼多獎 同時間外面很多人說 劉嘉玲說錯話 說他是一個最偉大的演員 很多人攻擊他 就說劉嘉玲拖衰他 我們都希望藉著這條片 都順便分析到底劉嘉玲這個角色 是拖衰他 還是幫到他手呢? 我們就可以分析了 梁朝偉的出生年月就是1962年 6月27日 坊間傳到任臣氏 我也覺得這個任臣氏是挺可靠的 我嘗試一下先用任臣氏的角度 去研究一下梁朝偉的八字 是丙火日主 身在夏天5月 揚印透丙火 火氣很強 你看到一處丙五 這些全部都是火氣 火氣極強需要用任水去製 那八字呢 在丙火日主 身在5月見到任水 我們叫做財之約殺格 丙火見到任水是最高最高的格局來的 為什麼他會拿到這麼多次的獎項呢? 因為格局夠高 就沒有人跟他爭得贏 所以格局高就好了 還有呢 他起呢 起勇呢 是會見到有個辛金 在下面 辛金這個角色呢 它是會生旺天干的任水的 我們會形容這個辛金呢 叫做起臣 起臣這個位置 坐在日柱的下面 那這個是梁朝偉的妻公 那就是說什麼呢 那個妻公是起臣 就是說他幫到梁朝偉 掌握到這些權力地位的人 所以梁朝偉的太太 就是嘉玲姐 不是連累他 甚至乎呢 在八字角度呢 是幫到梁朝偉去獲得這些獎 其實呢 其實之前都有一些新聞都說呢 大部分的選擇呢 或者處理一些文件 而且劉嘉玲都是梁朝偉的經理人 全部都是嘉玲姐負責的 甚至乎錢財管理方面呢 都是嘉玲姐負責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八字角度來看呢 嘉玲姐不是連累他 反而是幫他擁有更加多財富 更加多地位的 最主要的人物 所以又結婚之後呢 其實是一直都是旺到梁朝偉的 那我們再細心分析一下 逐個大運 細心分析一下 那些大運怎樣走 而他知道他的運是怎樣 其實呢 他第一個大運 小時候走丁薇運呢 丁薇運呢 合走了用臣 丁薇運呢 合走了用臣 丁薇運呢 這個是大運呢 合走了任水用臣 所以呢 小時候呢 出生一般的 父母很早離異 本身是住 雖然說美孚新村 但是呢 是靠媽媽獨力去賺錢 所以他很早呢 就已經絕學 沒有去讀書 就去做part time 曾經試過做一個買電器的銷售 就覺得如果將來呢 就這樣做呢 應該可以做到一個高級經理的 最後呢 就得到一個好朋友 梁朝偉的推崇 就去了一個藝人訓練班 就是成為一個演員的 那第二個大運呢 他就是呢 墓生大運 那墓生大運呢 我們這個八字呢 我們說是用水的嘛 用水呢 就會寄土的 那這個大運 見到是墓生 這個是土來的嘛 所以呢 八字分上下五年 墓土以上才五年呢 是不好的 所以呢 去到讀到中學的時候 就絕學啦 但是呢 一走到 新金 下五年呢 他就開始好了 什麼時候開始好呢 就1981年 好了 一有 新有 新有年 那個金一生水了 財生殺 得到地位 入到TVB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年好的 八四年 甲子年 那我們呢 就說用水寄土 那甲木就是藥神 藥神出江 好 而且 用神通根 這個任水 通根了在這個紙裡 這一年就做了 雖然我還沒出生 但是這套東西呢 我之後都有看過的 就做六頂記 做這個韋小波的角色 那大受歡迎啦 所以呢其實你見到啦 他走一根通根的運 和一些水通根的運 其實呢 他就會有一些 很出色的表現出來 譬如那些陸景記 那樣啦 那其次下一個大運 就是紀有雲 那幾套呢 雖然 都是紀神來的 那但是幾套的意向呢 不是黑水 而是新金 而他下面呢 又是有金來的 所以這個運呢 扶搖直上 越做越好 那所以呢 由九零年啊 去到九四年呢 他一直都是平穩向上發展的 那曾經呢就做過這個 這個的重慶森林啊 東邪西毒啊 甚至乎呢 大家同哥哥拍那套 春光炸蟋呢 都是在一段時間拍出來的 都有一些呢 你見到啦 是金水重的 金水重的榴槤 就會得到名氣 得到人認識 但是當時呢 都未是真正 拿到獎的 第一次拿到獎呢 就下一個大運 喏 喜神出江啦 走這個的根衰大運 好了 金金當然當然是生水啦 新這個任水啦 這個用神 所以呢 九四年 越海運 用神通根之後 他就第一次拿到這個的 金像獎和這個金馬獎 做最佳的男主角 就是由這個九五年的時候 拿到的 跟著 之後呢 03年 那這套呢 就是 大家比較熟悉的年份 我也熟悉的年份 就是什麼呢 無間道 他用神出江 就用無間道這個角色 拿到最佳的男主角 所以呢 又再拿第二次的金像獎 男主角了 下一個大運 新海運 新海運 你看到啦 一處金和水 開始呢 不是普通拿獎啦 是狂拿獎啦 不停的演出呢 不停的拿獎啦 任水呢 他呢 得陸於海 有力 所以呢 只要一有水運 呢 就拿獎啦 第一 一年呢 丁海年 就2007年 水一通根 當年呢 就拍這個色界 再拿到獎 所以呢 其實他只要呢 一行金水重的年呢 基本上呢 都是拿獎拿不停的 之後下一個大運 就是呢 現在 剛剛拿了 金手指 以金手指拿最佳男主角的大運 就是任子大運 一處用神水運 那事業呢 扶搖直上 因為任水呢 見到子呢 是洋人 要留意啦 這個水呢 是用神 而且呢 這個八字呢 是叫做財之虐殺格 這個是觀察來的 觀察即是明星地位 他不單之拿獎 他而且在這個行業裏面 只要水一通根 他就在一個行業裏面 做最速進 最出進 誒 他是有高湖地位 是全世界認識他的 所以呢 不單是香港啦 2019年的時候 再見到水 幾害年 拍上戲 荷里活的影片 當年呢 他是可以 因為呢 財之虐殺的人 可以靠到地位 而換取收入的 所以當年呢 拍上戲的時候呢 是有六千萬片酬的 這一套戲 其實都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第二 就是2023年了 貴博年 他得到觀察的好處 因為觀察出光了 觀星出光 得到好處 就是在威尼斯呢 就得到這個 最終身成就獎 是一個第一個懷人 拿到這個獎的角色來的 去到今年 為什麼今年會贏到其他對手呢 今年 今年 甲神年 甲目 是約神 好了 神是水庫來的 原局呢 他日處是坐新的 新子神匯到水局 透這個觀察出來 金手指 拿到最佳男主角 這個角色 再次拿獎 大家也要留意 2015年 應該是人生上 比最成就最厲害的十年來的 之後的運呢 是不是開始差呢 就好像外界說 拿夠獎沒有呢 看那個八字呢 就還沒拿夠獎 嘩 就在那兒 貴醜大運 因為都是水旺的年來的 那呢 他仍然都是北方水地 貴醜都是北方水地運 那呢 照這個八字這樣看呢 2028到2033年 都是拿獎的運 當時呢其實就 七十歲啦 但是以一個演員來說 而且一個這麼資深的演員呢 年齡呢 七十歲年齡呢 可能都還是很年輕 可能還要拿得再厲害的獎呢 最出色的獎呢 個人推斷 2032 又是任子年的時候 可能他還玩得刁鑽一點呢 男主角不拿 就拿藍背角啦 是啊 或者拿些什麼獎 都拿過來先啦 那2032年呢 之後呢 夾人年之後呢 應該就開始 真的退休生活了 開始 慢慢退休了 但是呢 都要留意了 還有一個提醒啦 看看有沒有緣分 讓他見到啦 就是 2026年 至到2027年呢 這些呢 是一些 丙五啦 丁眉蓮 那這些年份呢 火會很重的 火也會生亡過肚子 水火膠戰呢 其實那個八字呢 就會說 容易身體又沒有病 那所以呢 都要 留意一下身體啦 因為都其實到六十幾歲啦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緣分 可以說到給阿梁山聽 阿Tony聽 他這些時候呢 要注意身體健康 那或者另一樣東西呢 就是 丙五燈未年呢 有機會 太太 即是另一半呢 的健康都會有問題的 那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啦 除了他自己個人健康 或者太太的身體呢 都或者會出現問題 那就是可能 2627年會發生的 但是對於他事業來說 2028 至2033 對於人家來說呢 都退休 但是對於他來說呢 還是在拿獎 是 53年的好運 就是阿Tony 梁朝偉的運程啦 哇 真厲害啊 即是你當啊 現在一個可能正常的成年人 他可能有80年的壽命 他走53年啊 大哥 是啊 是吧 即是你撇除了頭尾 其實他即是中間基本上 都不要說人生最旺盛啊 人生有記憶啊 或者有這個覓食的能力 開始 其實他已經是 差不多就走運了 正在走運了 沒錯 所以其實他很順利的 其實你沒有聽過他一些特別差 或者不順利 他唯一比較多是非的就是 他認為他自己用勒手審探 應該做男主角的 但是呢 最後呢 還以南配角 以南配貴身份呢 拿提名 他不喜歡而已 對於他來講呢 可能已經是很差的了 但是對於所有人來講 哇 很好啦 是不是 是 這個就是 格局高的人呢 再加上運氣好的人呢 但是運行得好的人呢 真的行都行不來的 這些 普通見客 我們剛才說有十年運呢 都很不錯啦 把這十年 但是五十三年呢 真的不知道前世做了多少福德 才可以享受到五十三年的順境運 嗯 OK 還有剛才我聽到師傅你說的一件事 我很開心 其實坊間呢 在梁朝偉拿獎的時候 都有一些人呢 反應很兩極的嘛 就是說 阿嘉玲姐 是不是 你這樣說話的 是不是 失言 其實老實說 的確 在我自己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反應是很甜蜜的一件事 是不是 就是 那種沒有介替的那種感覺 是不是 所以剛才我聽到你講 其實原來阿嘉玲姐真的幫到她很多 那的確我覺得 都 前文後你都是非常之成立的一件事 嗯嗯嗯嗯 OK 還有阿嘉玲姐也是一個食神祭薩格的法治 雖然我們今天沒有準備 但是我都看了 食神祭薩格 食神祭薩格就是一些服務型的太太來的 是 真是可以照顧到這個老闆 就是老公是老闆 非常之貼地 因為 才子約薩格 說多一點就是 梁朝偉台子約薩格 是一些要面的人 就是你以為她不是很要面 其實不是 其實她是很要面 而嘉玲姐是知道她要這個面子 所以在這個場合裡面 賺得過分了少少 嗯 嘩 相當之有趣的一件事 是 下一集我們再請龍躍天師傅 再講講其他的名判分析 拜拜 拜拜 好